李佩玉獲得的是生活風格節目 主持人講了肯定 他的作品是水下30米 恭喜恭喜 看一下真前方 雙喜臨門 看一下真前方 太開心了 其實也真的很開心的是 這座講座來的是我 這三年累積最大能量的時候 所以我其實覺得自己身為公眾人物 不只是開開心心的去釋出玩樂 像大家想像的全世界最夢幻的工作 其實我們還是有自己的使命感 所以我覺得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包含環境的意識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日常剪座對環境的愛護 我們大地的 大地真的需要我們的幫忙 所以我其實覺得 這座講來的真的是時候 因為我一定會拿著他好好的 去做更多更多有意義的事情 那其實後期的是我們常常剪 因為我自己在剪 我常常剪到一半 然後就打電話罵他 因為在水底下他講什麼 我是聽不到的 等到我剪接才聽得到 可是他在水底下講的東西 當我覺得講得很不好的時候 我實在忍不住 我就打電話罵他 罵完以後電話放掉 我再繼續剪 所以有時候剪完 剪一天我可能要打好幾次電話 對我剛剛還有 因為剛剛那個被時間秒數逼到不行 就是我其實還要特別講的 就是漏掉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踏入外景主持的這個啟蒙 就是我師姐Janet 我就是在高中的時候 看著他的封台灣 然後覺得天啊 這就是我長大要做的事情 然後所以就是 它是我的正能量來源 那時候我在這局上 被白豬罵到我覺得 懷疑人生的時候 他就傳一個簡訊跟我說 外景人最重要的事情是 活在當下 Be in the moment